沙特市Downtown市中心的娛樂區域 將聯合商業舉辦 Nightmare on French Street迎接萬聖節前夕的 鬼節Halloween這個活動至今晚10點結束 王英文報導 區域今天舉辦第二個正式活動 繼上月Octoberfest啤酒節聲勢浩蕩 人潮洶湧 商業估計這次活動將會吸納更多人次 所以都特意聘請了更多人手籌辦活動 Nightmare on French Street是市府首次舉辦的Halloween派對 屆時將會關閉由California,Sacramento街,交叉Front街245號的路段 活動時間由下午2點到10點 而且除了音樂表演 還有不同遊戲和裝扮比賽 娛樂區域的開幕希望可以再次增興Downtown經濟 所以特別之處是容許商業為參加者提供酒精飲品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習慣在Downtown地區消遣 現場的大多數民眾都有各種裝扮 還有人攜帶小朋友和寵物出席 有一家人的服裝以任天堂遊戲馬里奧為主題 而且表示他們喜歡打扮 覺得這個活動可以令人發揮創意展示服裝 Oh yeah, we're a big Halloween family We love to make our own costumes So this year's theme is Mario 截止下午5點半 活動門票已經受慶 但假如想參加類似活動的市民 可以繼續留意娛樂區域未來的發展 26台記者黃詠文報導 是否還要国人帝 ? 是嗎?